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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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要说到1972年的一次考古发现了 那是1972年4月的一天在山东临沿的银雀山上 一座办公楼正在紧张的施工 而就在施工当中意外发现了一座西汉古墓 当时这位时任山东省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吴九龙和同事们迅速赶到现场 在木坑的土堆边上他们发现有很多的竹简残片 挖木的那个木坑的上面发现了一些深褐色的竹片 当时我们就认为这个东西很重要 经过辨认竹片上竟然有齐桓公 孙子 燕子之类的字样 这会是什么东西呢 再经过笔照鉴定你才怎么着不得了啊 这些竹简残片上所写的正是孙子兵法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版本的孙子兵法 那您可能要说了 汉初版本的孙子兵法 那的确是重大发现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孙子兵法是谁写的呀 没错 光看这些竹片 确实无法确定孙子兵法的作者是谁 可是紧接着银雀山汉姆又有了重大发现 发现了什么呢 也是一堆竹片 而经过鉴定 这些竹简残片竟然是传说当中的 已经失传了1700多年的孙殡兵法十六篇 两部兵书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同线天日啊 尤其是发现孙殡兵法 这是天大的意外啊 为此不仅银雀山汉姆被列为 新中国三十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更让孙子兵法作者是谁 这个历史迷案从此真相打败 他的作者就是被后世尊为 世界兵学鼻祖的春秋时期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尊称孙武子 那么问题来了 史料当中有关孙武的记载并不多 而根据不多的史料推断 孙武写成孙子兵法时才刚过而立之年 而且此前从未参加过一场战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孙武 展露出他的军事天才 他又是怎么样 没打过仗又写出孙子兵法这部矿石兵书的呢 接下来咱们就重点说说这个谜题呀 先看史料 孙子武者 齐人也 这是两千多年前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武起列传当中的记述 也就是说孙武是齐国人 可是如果要追溯根源 孙武的先祖却并不是齐国人 哪国人呢 陈国 春秋时期的一个弹丸小国 公元前672年 陈国发生内乱 孙武的先祖陈完为了避乱才投奔到了西国 相传因为陈完的才华和贤德是小有名气 齐桓公大名鼎鼎春秋五霸之一 就让他做了官 管理百公事务 就是盖宫殿建庙宇之类的事 不久因为陈完的工作尽职尽责 齐桓公又赐封了土地奖赏他 陈完呢 一个是为了感激这个齐桓公 对他赏赐土地 另外呢 让他担任这么高级的官职 他就把这个自己的姓由陈改为了田 陈完呢就这个时候开始就称为田完 从此他就叫田完了田完就在齐国扎下了根 家世逐渐兴旺成为了士席的贵族 并且他们家出了不少能征善战统领三军的英勇的武将 比如说孙武的曾祖父田环子啊 还有和孙武同为田氏后裔的大司马田壤鞠啊 都是齐国著名的将军 那你要问了孙武不是姓孙吗 他的曾祖父怎么姓田了 那这怎么回事啊 这就要说到齐警公时期的一件大事了 当时孙武的祖父田书奉齐警公之命率军攻打举国 这齐国变成一小国啊 当时打的是纪章城攻打之前呢 田书派人勘察地势和敌情 他发现纪章城位于山岗之上 地势很高啊 而且呢这个四周呢又都是深沟显赫 加上城内重兵把守 所以田书认为不能抢攻只能智取 田书呢他就发动自己的军队去这个偷偷的来到城下 他就成这个举国他在这个兵力调动的时候啊 让他们齐国的部队化妆成这个老百姓混到城里去 那么请问怎么智取呢 田书想了一个招 他先派两个士兵化妆成老百姓混进城里 天黑之后呢这两个人就摸上城墙偷偷放下一根粗绳子 让城外的齐国士兵借着绳索爬墙进城搞偷袭 可是没料想这根绳子 这是一个伪劣产品啊 质量不行啊 士兵没有爬进去多少他就断了 哎呀这个把城下的田书给急的呀偷袭眼看无法进行了怎么办呢 话说当时田书灵激动 田书接入深圳他在城下高深海说不好了齐军进城了 寒生很大呀 结果把这个济尚城的手军啊下的也不知说错 鞠公共在睡梦当中 警醒以后听说齐军共建城了 黄望带着他的家眷开西城门逃走了 就这样田书几乎是兵不写任轻松拿下了西昌城 为此齐军公对田书的谋略大加褒奖 说他是守宫之臣要重赏 那么怎么赏呢 史料记载 警公当时给予田书的封赏有两项 一个就是赐姓孙氏 在当时啊被君王赐姓 那是最高等级的宗法奖励 对将门之家来说也是莫大的荣耀啊 于是呢田书家族从此统一改姓为孙 孙武姓孙呢是这么来的 哦对了 那齐警公给的另外一项奖励是什么呢 史彩于乐安 也就是说把乐安作为封地赏给了田书啊 姓孙了孙叔啊 乐安呢在今天的山东东营的广饶县 1990年在广饶县城北的草桥村 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处古城遗址 据考证这座遗址就是齐国乐安古城的遗址 而孙武应该就是在这里成长的 儿历之年就写出了旷世兵书孙子兵法 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天才孙武 兵者国之大事 孙子兵法开篇之语体现了孙武怎样的思想 而孙武家族是齐国的世袭贵族 可孙武则没有成了吴国的将军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我们说了孙武的家世背景和孙武姓孙的由来 那么孙武又是怎么写出孙子兵法这部旷世兵书的呢 咱们先说孙武的出身 孙武是哪一年出生的呢 史料并没有确切的记载 但是根据相关的资料推测 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552年左右 那么他的家人为什么给他取名一个武字呢 武者止歌也啊 给他取名为武 可能是希望他将来能够继承将门武业 立足持歌笑傲沙场吧 只是孙武的家人没有想到 孙武后来他不仅仅是笑傲沙场啊 关键是他成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巨人 那么孙武究竟是怎么写出孙子兵法的呢 具体写作过程今天已经无从讨证了 但是学者研究认为有这么几点 对孙武写成孙子兵法影响很大 首先是孙武的出身啊 前面说了这个孙武的曾祖父祖父 都是带兵出征的将领 这就让孙武从小耳濡目染 接触到了行军打仗的战略要义 不仅如此 还有一样东西对孙武至关重要 那就是兵书啊 春秋时期兵法作为一种秘籍 不是谁都能学能看的 那个时候只有贵族子弟 才有资格看到仙哲的兵学著作 而孙武的出身 无疑为他看到 并借鉴那些秘而不宣的兵法 创造了条件 那么他为什么会想到 要写一部自己的兵书呢 这就要说到第二点 当时的历史背景了 孙武所处理历史时期 它的主要特点是 列国争霸 大国争霸 战争平凡 因为春秋时期的 据卢斯春秋记载 春秋时期在240多年 一共爆发过480多场战争 平凡的战争就迫使人们 对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 您想啊 在这种环境下 作为世袭贵族的孙武 将来会怎么样呢 肯定是要带兵出征的呀 那既然要带兵 那就得考虑怎么打胜仗 对吧 另外还有一点 博寝台 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当初会蒙诸侯的地方 齐景宫时期 这里改成了演兵场 据史料记载 孙武曾经登临此地 当他看到排兵布阵的变化 以及割毛林立的气势的时候 他不仅领略到了军事的力量 更深知障碍怎么打 关系着将士的生死 战争的成败 更影响到国家的兴衰 甚至是存亡 这就是在孙子兵法的开篇 孙武为什么说 兵者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那么我们说孙子兵法 不仅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 又充满了辩证的哲理 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研究认为 这跟当时的文化有关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 百嫁争鸣 说的是春秋时期 朱子的思想百花齐放 而你要注意 齐桓公率先称霸中原 他选贤任能 推行改革 使齐国的经济与文化 迅速走向了繁盛 当时的齐国 正是百嫁思想的汇聚之地 而正是这些思想 对孙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如说阴阳学 阴阳学家代表人物是邹眼 对吧 诈听阴阳这个词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迷信吧 可是在当时 它是齐国流行的文化 孙子兵法里面有阴阳五行 阴阳五行才是孙子兵法的 那个思想里面的很大的一个支柱 要运筹为物的时候 他要先计划 什么时候出兵 走哪个方向 这都离不开阴阳 都离不开五行 您看孙子兵法里说 抚兵行向水 水之行避高而屈下 兵之行避时而积虚 水因地而治流 兵因敌而治胜 故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除了水之外 阴阳五行当中的很多元素 比如说昼夜交替 日月轮回 以及自然百态的气象万千 与行军作战的奇政变换 都被孙武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运用到了军事理论当中 成为指导后世兵家制定谋略的宝贵经验 那么说到这儿 问题又来了 这个春秋时期 齐国最早称霸 而孙武写成孙子兵法也是在那个时期 既然有了雄厚的国力 又有一部矿式的兵书 为什么后来统一中国的不是齐国 众所周知啊 后来秦王政横扫六合啊 是吧 统一全中国 视为秦始皇帝 那为什么不是齐国呢 因为 对于统治者的不认同 让孙武子选择了离开 前面说了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这是孙子兵法的开篇警句 同样是战 孙武认为 富国强兵与穷兵独武 那是两码事啊 一个国家可以富国强兵 但不能穷兵独武啊 可是齐国在称霸之后 齐王却是越发的穷兵独武 轻率地把国家和人民 拖入了战争的深渊 这让孙武很失望 而大约是公元前512年吧 齐国发生的另外一件大事 让孙武感到是心灰意冷了 什么事情呢 当时齐国有田豹国高四个权势显贵的家族 你看经常有四大家族啊 为了争夺权力 他们尔虞我诈 互相倾雅 而就在这种权力争夺当中 曾经为齐国立下汉马功劳 和孙武同为田氏后裔的大司马 田壤居当时的名将啊 因为屡遭谗言备受打击 最终是郁郁而终 这件事情 对孙武的触动非常大 孙武的志向是安邦定国 而不是卷入权力的漩涡 那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断 投奔他国 另谋出路 那么他去了哪啊 来看画面 咱们听到的这个呢 很多朋友都知道哈 这是苏州平潭 春秋时期 孤苏城是吴国的都城 当年孙武离开齐国之后 就曾经隐居在这里 并且也是从这里走进历史舞台的 不过孙武能够走上春秋时代的舞台 有两个人非常重要 一个是楚人吴子虚 吴子虚的故事呢 我们都听说过啊 因为父亲哥哥被楚王冤杀 他逃离楚国 逃到昭关的一夜白头的故事 就发生在那个时候 逃到吴国之后 吴子虚辅佐吴王 立志复仇 而要复仇 光看他一个人不行啊 得有人帮啊 一个好分三个帮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 他结识了孙武 你看捡着了吧 他结识孙武了 几番交往下来 吴子虚深感孙武 是个人才 是个大才 是个天才 而孙武要想一展才华 也需要吴子虚 于是两个人 惺惺相惜 隐为知己 那么另一个人是谁呢 那就是吴国权力的 终极掌握者 吴王和驴 咱们都听说过 专诛赐王辽的故事啊 那是公元前的 515年的一天 时任的吴王辽 应堂兄公子光的邀请 去他们家赴宴 不料吃饭的时候 端鱼上来的厨师专珠啊 竟然是公子光安排的刺客 专珠用一把藏在鱼肚子里的鱼长剑 一剑刺死了王辽 公子光由此夺得王位 史称 和驴就是他 应该说这吴王和驴的上位过程并不光彩 但是必须承认他的强迫之志 他的政治报复还是可劝可点的 在朝内他任贤用能 在朝外他发展生产 治军强兵 称霸之心 朝野皆知 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深知吴王心思的吴子虚认为时机已到 他先后七次向和驴推荐孙武 并向和驴呈现了孙武的兵法十三篇 那么吴王和驴是什么态度呢 兵法之中谈到国之大事强国圣战的法则 确实让和驴感到很兴奋的 但是和驴并没有马上重用孙武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春秋乱世之中 七十道明者也大有人在 虽然说百家争名 七十道明也就跟着出来了 孙武子 你这个号称孙武子的人 是不是有这样的才学呢 还得考上一考 怎么考呢 这个和驴突发奇想 不让孙武去操练士兵 既然他去操练工女儿 工俄才女 当时有人这么认为说 你真是儿戏啊 那么对于吴王的这种非正常的考察 非常规的啊 孙武会如何验证他的兵法之道呢 下节说 吴楚之战 孙武如何打造兵不厌诈的战术经典 而吴楚决战之后 又是什么让孙武从春秋舞台上销声匿迹呢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为了考察孙武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这吴王和驴啊突发奇想 让孙武去操练工女儿 那么孙武当时是什么一个态度呢是吧 他呀欣然领命啊 那么他是怎么操练的呢 孙武首先委派和驴的爱妃来当工女的队长 不过他强调工女必须严格执行军令 否则就问罪队长 那么工女会听命吗 怎么可能他们没有经过这个操练 没有经过训练呢 女生觉得好奇嘻嘻哈哈的呗 是不是 这些工女认为他们的操练 只不过是吴王开的一个玩笑 所以在操练的时候 就一直嘻笑打闹什么的 根本就没把孙武的军令当回事 结果孙武啊把脸一沉 面沉似水啊 口含军令 士兵不听号令 队长当负全责 来呀把队长拖出去当中斩了 不叫拖出去啊 叫拖出来当中斩了 当你们的面杀 啊不是闹着玩吗 你肯定是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吴王的爱妃就这样被当中斩首 这一下把所有的工女都给吓呆了啊 这还真杀人呐 先是尖叫 尖叫完之后 全身在发抖 冷静下来发现 原来这个将军 不是在开玩笑 这都是真的 所以接下来操练工女 哎呦 无不另行禁止 规规矩矩的 那么再看吴王和驴 和驴得知爱妃被斩 非常震惊啊 不过他并没有昏溃暴怒 因为他当时看到操练有序的工女 知道孙武确实是一个带兵之才 于是他拜吴子虚为相 拜孙武为将 三人携手 开始共图吴国霸业 那么这个霸业怎么图呢 我们说孙武的兵法里边最高明的军事行动 不是打一场什么遭遇战啊 也不是什么跟对手来一场硬碰硬的对决 而是运用谋略上兵伐谋嘛 挫败敌人的战略意图 他认为战争是军民意志 敌我分析军队法计战时补给 攻守平衡等一整套理论的综合体现 所以他的训练更注重的是军队的军事素养 当然军事素养提升之后的吴军呢 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还要放到战场上去检验的 那么怎么检验呢 这就要说到吴楚之战了 当时的情况是楚强无弱 双方是世仇 而吴国要成就霸业 必须打败这个最大的敌人 公元前512年 孙武驻吴王发兵 先灭掉了楚国的附属小国 中吴国呀徐国呀什么的 这样的国家 当时和驴本想趁机攻处 但是孙武劝阻吴王 为什么 因为双方当时的实力相差还是很大 直接攻处吴国很可能吃亏呀 那怎么办 孙武提出了一个更为长远的谋略 绕楚批楚 注意 不是作战方案 而是战略 那什么是绕楚批楚呢 孙武将三万吴军分为三支 轮番在楚国边界活动 实行车轮战术或者骚扰 或者假装进攻 不断在楚国边界制造事端 楚军如果前来 他们马上退走 绝不练战 而楚军不明旧理不知底细 听说边界有事 总是马上调动大军前往 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 楚军就像救火队员一样 被弄得四处奔波 而我们知道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 为此楚军消耗了大量的军资 而孙武导演的这场消耗战打了多久呢 整整七年 七年下来楚国被弄得是国库空虚 更重要的是这场消耗战 还让楚军产生了麻痹思想 认为吴国根本就不敢 跟我们真正的打 就是随便小打小闹 骚扰一下拉倒 好了 这个时候一切就绪了 吴楚决战开始 那是公元前506年 孙武会同吴子徐一起发兵攻处 当时孙武集中三万精兵乘坐战船 沿淮河而上 直取楚军要地 楚军得到消息之后 迅速在汗水一线展开布防 可是谁也没想到 当楚军布防完毕之后 孙武又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抉择 他决定放弃水路捷径 而是绕道山路 翻山越岭 展开千里奔袭 对于这点 当时的吴子徐很不理解 因为吴军擅长的是水战 而且陆地进军的路程 也比水路更长 人也更累 孙武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孙武有八个字解释其中的原因 那就是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永远不要做敌人愿意你做的事情 因为敌人愿意你那样做 是吧 敌人不想你那样做 你就做了 或者他想不到你会怎么做 你就做了 你就成功了 再来看水路 水路虽近 但是逆水行舟 速度迟缓 况且楚国已经沿水路稳固防备 一代劳 这种情况下交战 吴军很难占到便宜 好 那么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果然 当吴军沿陆路奔袭 越过汗水之后 得到消息的楚王是惊慌失措 他赶紧仓促调兵迎战 当时派了主将 嚷瓦带着二十万大军 在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 就开始大举进攻吴军 那么孙武怎么面对二十万大军呢 这个时候孙武又变招了 原来不是骑兵偷袭吗 这回步他下令展开决战 不过名义上是决战 实则是撤退 而且是且战且退 少战快退 一直退到了距离楚国都城三百里的搏局 而楚军呢 因为之前的七年里边 吴楚交兵 吴军都是一战即退 甚至有的时候 楚军还没到就跑了 所以楚军认为吴军根本就不敢交战 我们追着打就行了 就这样 楚军一路急行快追 当追到搏局的时候 二十万楚军已经手尾不接了 疲惫不堪 而就在此时孙武突然下令全军反击 当时孙武从三万吴军当中挑选出 最为强壮的三千五百人作为前阵 身穿肩甲手持利器突击楚军 其他的部队随后掩上 哎呀可怜楚军二十万大军啊 瞬间被吴军勇士冲击的是支离破碎 溃不成军 后边就不用细说了 吴军乘胜追击一举攻入楚国都城影 楚昭王仓皇出逃 再后边就是吴子熙绝目鞭尸了 这个您肯定知道 所以吴楚决战堪称孙武兵不厌诈战术思想的经典战力 那么问题又来了 孙武既然已经展露了才华了 并且深得吴王的赏识 那么为什么他没能运用他的兵法 帮助吴王一统天下呢 孙子的民本思想 是他这个军事比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思想 而且在孙子兵法中啊 处处得到体现 体现的地方非常多 你想第一篇 季篇中 孙子就提到 道者令民遇上同意 这里体现的就是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另外呢孙子提到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 将不可以孕而自战 可是吴王和驴在重创楚国之后呢 却将战争当成了吴国强盛的唯一方法 带着吴国走上了连年征战的道路 虽然最终吴国凭借武力 暂时 躋身了春秋五霸之一 当然这还是两种说法 其中的一种说法啊 有一种说法 没他的事 但是呢 同时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吴国国力受到了重创 尤其是百姓苦不堪言 这是孙武深感失望的 而到了公元前484年 重臣吴子虚 因为和刚毕自用的新任吴王夫差意见不合 最后呢 还因为谗言受污自吻而死 这让孙武最终下定决心是再次归隐山林 那么孙武是什么时候退隐的 又隐居在哪里史料没有记载 这或许是一个永久之谜 当然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留给后世的孙子兵法 其中的绝学和哲理 让后世深刻礼悟到 什么才是一个国家真正不朽之道啊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评文项目的二维码 您不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